来到施工中的恒春文化中心民谣馆 走进这停车阁一看不得了 这长方形落地窗往里看 居然就是个马桶 还看得一清二楚 一度还让民众以为 这难道是什么装置艺术吗 没有隐私啊 然后什么隐私怪怪 是完全没有隐私 玻璃还会再做什么处理吧 不然这样子全部被人家看光 看看这间厕所 位于建筑物一楼转角 进去里面一看究竟 厕所连牌子都还没有挂上 其他间都很正常 舅舅角落这一间亲子厕所 大人的马桶离落地窗不到30公分 从里面往外看 也看得到人走来走去 更何况外面规划的 就是一个伸张车阁 这隐私性真的没问题吗 厕所的开窗部位 采用成深色不透光的处理 来让整体的建筑外观 更加符合设计的意向 建筑团队表示 恒春文化中心是两传交汇意向 所以采用大量的圆弧设计 这公测落地窗刚好是色带设计 从上到下一长条不间断 目前还没有完工 未来窗子会采用 深色不透光处理 民众不用担心上个洗手间 被外面的人砍光光 三星人朱俊杰股仙屏东报道